要把傳航發生事情告訴後方 那麼要經過以下幾個步驟 首先要拍攝 第二個錄錄 第三個是剪輯 編輯 第四個是傳送 那麼經過這幾個步驟的話 才可以完成整個傳航 關於相關的媒體方面的工作 那麼拍攝 那麼拍攝用的機器就是這樣的一個 小的超小型的攝像機 它的最大特點是超廣角 那麼可以達到170度 所以它的傳航是非常適用的 那麼通過它安在這個防水殼裡面去 然後加上這些附件 我們說這樣的附件 那在船上還有很多固定的攝像機的位置的裝置 那麼像這樣的一個裝置呢 我們卡上去 這樣就可以拍攝船艙裡邊的景色 或者像這樣一個裝置 可以拍攝 可以拍攝整個船的行徑的一個過程 或者通過這樣的裝置 連接在一個桿上 可以拍攝到 升到水底下 可以拍攝水底的塵化 我們拍攝好的畫面 那麼取出來 錄入電腦 那麽再經過後期編輯 那麽再經過後期編輯 速度 編輯好的內容 經過壓縮 然後通過船上的無線網路環境 連到船上的寬帶系統 這樣就可以把信號信息傳送給後方 那麽最重要的是 船上一個特點是 因為船上特別小 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水 保證機器 在任何時候都能工作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是 這次的小空洞 就是 由於